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心理专家和志愿者们发挥专业优势 助劳战役心理防线 春风送暖 又到一年赏花时 大连樱花和丹东杜鹃花竞相盛开 直通市县 月用辽宁 各位好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大家好 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出组合式支持政策 助推市场主体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恢复经营活力 助力企业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今天 一场公益云招聘在沈阳铁西区进行 直播带港的招聘方式吸引了超过11万观众 线上直接投机简历 后台就可以世界安排 马上安排件事 我们最快的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上岗的需求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铁西区开通直播平台招聘90余厂 服务896家企业 签约3040人 应对疫情 大连市市场监督 科技 税务 知识产权等部门 打出政策服务组合权 在大连高新区 相关部门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识别与注册 钳制到半税窗口 确保政策影响尽响 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联合金融机构 开展知识产权抵押入园汇企行动 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质押融资6000万元 大连市还出台专门措施 为企业开展技能培训 在房租 水费等方面提供补贴 对1000万以上的投资项目市场局都注隔了 按照清单化来管理 那么这些项目在注册和引进的过程当中 有些项目不能办了 我们就要研究怎么能够通过这个农却收理也好 告知承诺也好 能把这些事情能把它落实到位 它能主动地关心企业 企业所及相企业所想 让我们感觉到还是有温暖 有力量 有感动 银口市推出了中小微企业的缓税政策 工作人员主动向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宣传解读政策 并通过线上线下教学指引 方便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企业顺利完成延期缴纳198万元税款的申请 缓解了企业资金困难 使企业有资金保障能够正常运转 安山市成立工作专班 建立保工绿色通道 安山华语电器有限公司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 办理了四张通行证 物流速度明显加快 一度困扰企业的电机配件采购等难题得到缓解 宝德钢铁 恒胜铸业 厚银钢铁 信义玻璃等企业的人员和物资运输问题 也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针对企业用人用工 运输物流等需求 铁领昌图县向硅上重点企业派驻助助企联络员 对企业进行一对一协助帮助 下一步呢 我先将通过县领导包袱的方式 继续为企业纾困解难 推动企业全面复工复长 第131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24号在网上举办 辽宁交易团组织276家省内企业参加线上展示 对接及直播 展品范围覆盖工程机械 汽车 吉林部件等36个类别 我们为了参加线上广交会做的样品间 可以非常清楚地介绍我公司的产品 通过线上广交会呢 我们也拿到了许多新的订单 通过VR 直播 线上连线等方式 去和国外的客户进行深度的交流 本届广交会以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 以创新突破为目标 辽宁交易团此次共推荐创新绿色发展和行业龙头的重点参展企业18家 三字三高参展企业24家 组织22家参展企业积极参与新品首发 企业展示精选以及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评选活动 通过凝聚专业商协会 信保 银行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专业力量 延伸广交会展会服务链 提升服务水平 共同帮助参展企业更有针对性地开拓国际市场 眼下正值春耕 我省各地全力做好农资调配 市场环境维护等工作 那么提前谋划 抢抓时间多做并举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连日来 丹东东港市各村镇 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 提前谋划 抢抓时间 保证农资产品的平稳供应 在农资商店 各种蔬菜种子和化肥 农膜等农资储备充足 铁岭昌土县七家自镇 积极组织镇内农资店恢复营业 确保农资材料及时送到合作社和种植户手中 在银口市老边区 国风农机有限公司 300多台拖拉机 播种机 插秧机等各类农机 都做好了保养维护和消毒 农户随时可以选购 在生产被灯当中 机器出现的问题 我们可以到你们家里 到你的田间地头 去给你们解决 各地还积极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检查 围绕种子 农药 兽药 饲料 地膜等重点农资 经营销售 查找问题隐患 确保农资市场规范运营 通过对辖区内经营业户和种植户的 暗访和勤问 调研假扰农资销售和使用情况 促进督导农作物种子经营业户进行备案 锦州临海市公安局开启春耕景物模式 预防涉农案事件发生 安山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深入各农资产品经营门店进行走访检查 坚决杜绝三无产品进入市场坑农害农 全省交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保春耕交通安全专项行动 各地交警将强化警力部署 围绕田地周边道路制定勤务计划 加大一早一晚巡逻频次和密度 推动警力最大限度向农村道路扩展和延伸 眼下春耕生产有序展开 遥阳灯塔市的花卉基地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大棚里花团锦簇春意盎然 花农抢抓时间忙着种植管护花卉 为保障供应市场做好准备 这几天灯塔市布查特花卉原营有限公司的 花卉种植大棚里 工人们正忙着对培育的素耕花草花 进行拉间距 养护和栽植 眼下 由于交通运输原因 花卉销售受到一定影响 但这里的生产一直没有停歇 公司负责人介绍 他们在附近村屯租下两栋房舍 安排在园区工作的50多人吃住 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现在呢 也是还积极地组织生产 组织工人还在进行拉间距 然后拉间距 除草 以及混河的这些工作 争取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把组织工作做好 现在 公司已经承接了省内外 多项绿化用花的栽种 园林设计 花木养护等工程 在三立合合花卉种植基地 一棚棚颜色各异的花卉次第盛开 负责人介绍 它们主要种植玫瑰和百合 基地有专门的技术人员 关注花棚的温度 湿度等情况 确保每一株花草都能够健康成长 为了减少损失 它们刻意控制了花卉的成长速度 延长鲜花销售周期 确保销路打开后 货源充足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我们不仅要与病毒作战 还要战胜种种的负面情绪 我省得心理专家和志愿者们 努力与一线工作人员和群众 进行沟通疏导 助劳战役心理防线 辽宁守望心理专家志愿服务团总领队 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杨彦秋 正在给心理咨询志愿者们 开展线上培训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他带领团队面向机关 学校和有需求的单位 提供特殊多样化的心理辅导 我们这支团队 现在是辽宁专家团队是40多人 那么这个40多人专家团队背后 还有几百人的一个志愿者团队 也给了这些志愿者们非常重要的知识 在省心理咨询师协会 沈阳恒生心理共创空间举办的 抗击疫情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讲座上 三位嘉宾就疫情下的亲子关系 个人对生命的理解等角度 和观众进行在线探讨 疫情发生以来 协会快速组建起一支志愿心理服务队 和省内多地心理咨询机构和咨询师联动 根据防疫志愿者和群众的实际需求 提供在线心理服务 在给防疫志愿者做心理疏导的时候 需要充分了解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这样我们才会有方向感 才能够达到他们内心的需要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针对高三学生的考前焦虑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有着三十多年班主任经验的复兴市张武高中 庄文颖老师 主动申请成为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将自己的私人电话开放成心理咨询热线 帮助解决家长和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 大连金浦新区幸福联盟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 协助金浦新区51个社区 开展定点疫情防控包保心理疏导工作 安排有心理咨询经验的志愿者 24小时职单 组建应急心理咨询小组和危机干预小组 在疫情期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 43525的应急心理援助专线了 在服务形式上也变得多样化了 有这个线上的一对一的心理疏导 直播客的形式 还有这个音频视频的这个心理科普的形式 我们最多的一次心理直播客 是在线人数有5万人次以上 截至目前 我省6万余名心理咨询师 组建有160余只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团队 5200余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累计接待咨询群众3.2万余人次 服务时长4.5万余小时 春风送暖 万木迎春 又到了一年赏花时 大连旅顺樱花园的樱花祭主题活动正式开启 不少市民前往赏花踏春 走进旅顺樱花园 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由于今年气温偏低 大部分樱花将在下周逐渐盛开 一簇簇梅花 玉兰花 在阳光下繁盛热烈 游客们三五成群合影留念 定格绚丽的春色 一来到这儿花的味道由面而来 加上草的清香 真的是太好闻了 就是闻着花香 在这个环境下感觉 就是带小朋友来玩特别的好 非常的感觉 现在清静大自然 非常的健康 旅顺樱花园 共有来自国内外的六千余株 三十多个品种樱花树 是目前东北地区面积最大 樱花树最多 品种最全的樱花园 目前单半樱花已陆续盛开 四月下旬到五月初 山樱 观山 松月等副半樱 也将相继开放 樱花园还将非宜文化 现代文艺等元素 融入春季赏花踏青活动中 我们科技创新 将成为本届樱花节 区别以往的最大亮点 樱花之海穷木影院 科技居住青天牛巡游活动 景区还对基础设施 进行了改造升级 增加了碟水瀑布 大行水车 休闲量亭等警官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旅顺樱花园 严格实行扫码测温 流量控制 清洁消毒等措施 保障游客游览安全 春日美景花开丹东 丹东市第27届杜鹃花展 在锦江山公园杜鹃花展厅 对游人开放 户外的樱花 莲窍 与室内的杜鹃交相辉映 使锦江山更加美不胜收 游客分支他来 杜鹃花又称硬山红 花叶兼美 寓意吉祥 走进锦江山公园杜鹃花展厅 一百余种近千盆杜鹃花 景象开放 游人在花下榴莲相互拍照 我知道咱这个杜鹃花呀 就是咱们丹东市的市画 然后好多年前呢 也看过这个花展 然后最近听说这个又开花了 又开始举行花展了 所以今天顺便路过 就想过来看一看 看完之后 觉得又添了好多的品种 看完之后 觉得心情特别的爽 所以就是在以后 有花展的时候 还是希望带着家人 多来看一看 杜鹃花展厅分两层 整个场地错落有致 还穿插着起始展 丰富了游赏视觉体验 也加强了互动性 幽静的空间 让人慢下来 静下来 观赏杜鹃花艺术之美 据了解 丹东杜鹃花种植 拥有上百年历史 是闻名全国的杜鹃花种植基地 这次办展 也是为了进一步 促进杜鹃花种植业的发展 杜鹃花呢 是我们丹东市的市花 也是我们丹东的城市名片 在这个生惊傲然的春天 我们城市公园部呢 经过多方的努力 筹备本市杜鹃花展 就是想尽可能多的给市民 提供家门口的赏心美景 使大家呢 在这里得到美的享受 近日在生态环境部首次开展的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评选中 大连金石滩海湾 经过多轮的严格筛选 从全国39个案例中脱颖而出 入选全国首批8个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这也是东北地区 唯一入选案例 成为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 生动实践样板 金石滩海湾位于辽宁省 大连市金浦新区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是国务院批复的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地处北纬39度 环抱海域42平方公里 绵延有20多公里的海岸线 诞生于6亿至9亿年前 震旦季寒武季的地质地貌 沉积岩时 古生物化石一直保留至今 近年来 金石滩海湾 全面开展生态修复 累计投资3000多万元 开展海域海滩咬户 和景观修复工程 投资8000多万元 建成金石滩污水处理厂 污水收集率达100% 淘汰关停 对生态环境存在严重影响的 落后产能项目31个 清退养殖海域面积73公顷 年均投入400多万元 开展增值放流 累计 向周边海域投放鱼虾蟹苗进10亿尾 多挫并举实现了海洋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截至18日14时 全省29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全部恢复通行 省交投集团投入70余辆联合巡查车 12支救援服务队伍 每天对全省高速覆盖巡查 随时为有需要的车辆 和私承人员提供服务 同时 我省在20余个高速服务区 设立了临时核酸检测点 目前全省高速路网畅通 无拥堵路段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即日起 我省对从事跨省份重点物资运输的车辆 启用全国统一样式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重点物资主要包括医疗与防控物资 生活必需品 政府储备物资等民生物资和重要生产物资 申领该通行证的车辆必须实行 一车一证一线路 近日 朝阳市公安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协作 成功破获一起跨省生产销售伪劣负混肥案件 打掉占地5万余平方米生产窝点一处 抓获涉案人员18人 查封涉案伪劣化肥2000余吨 目前本案中的三名骨干成员已被检查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位于辽河入海口的盘锦三道沟 是西太平洋搬海豹重要的繁殖栖栖密实场所 随着气温升高 刚刚产完幼崽的搬海豹 托家带口相继来到这里 今年观测到的总群数量达到259只 比去年同期观测到的最多登陆数量多出78只 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省内其他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 好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看安山前媒的消息 近日 安山市市场监管局按照告知承诺程序 仅用两个工作日就办结了辽宁辽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的资质认定扩项业务 并发放了安山市首章告知承诺制资质认定证书 业务的半节时间比以往缩减了一个月以上 下面来看银口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日前 银口是不动产登记信息 线上查询功能全面上线 市民朋友们不用再花费时间往返登记大厅现场办理 仅凭借一部手机或者一台电脑 就可以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的 网上办 掌上办 零跑动 眼下正值水产疫苗的关键期 大连日报报道 今年 大连市首批放流将于午夜中下云开始 在铝顺口区海域放流中国对虾虾苗 其他地区也将陆续进行增值放流 大连市今年计划增值放流鱼虾蟹苗 总计30.864亿位 接下来把目光投向父亲新闻网 连日来 父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父亲市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对运输防疫物资 民生物资等重点车辆 开辟绿色通道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减少滞留时间 确保车辆能够及时地到达目的地 保障民生需求 好的 谢谢王宝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一斌 我是薛林 再见 再见